好,同学们,我们这次要讲第16单元了 好的,我们看看第一个句型 妈妈 后面给您可以省掉 妈妈的话呢,第一个她什么词性 对,她其实在我们初级阶段是看完过的 她表示一个,她是一个形式体验 相当于咱们说形式名词也可以 换句话说,她的就是按照名词的事情来看的 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一个体验 继续的话呢,就毫无疑问了 动词,那形,一形 名词什么呢?名词就是形 因为妈妈就是名词嘛 含义来看的话呢,她表示保持原样 保持的那个状态没有病 这个含义 就那样子 那妈妈的话呢,当然我希望同学们要知道一些 她也不能随便乱用的 因为妈妈往往用在什么情况下? 一般是用在一些不协调的 不协调的情况下 什么叫不协调? 就是说不太自然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什么叫不太自然的? 戴着领带就睡了 一般我们说,戴着领带很痛苦的,很闷的,把她睡了 或什么呢?戴着眼镜,洗脸了 或什么呢?开着空调就出门了 这种时候的话呢,都属于不协调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般用妈妈 反过来说,我带着领带出门了 对,很协调,很自然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妈妈了 比如我做个例子啊 但如果是很自然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是不用妈妈的 用表示附带状况的て来表示的 所以妈妈一般是表示在不协调的 不太自然的这个状态下做的后事 比如说,息子は遊びに行ったまま まだ帰ってきていない 这个儿子啊,我就完了 那么还处在这种状态里面 还没回来 息子は遊びに行ったまま まだ帰ってきていない 昨日は疲れて 电気をつけたまま 寝てしまった 電気 它可以特殊这个电灯的意思 昨天因为太累了 特别原因的意思 因为太累了 所以的话呢 就开着灯啊 就睡了 那一般我们睡觉的话 还是会把灯关掉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开着灯睡的话 就说不太对 就不太太没有协调 昨天は疲れて 天気をつけたまま 寝てしまった 下面就啊 パジャマのまま 外に出てはいけません 早く着替えなさい 那パジャマ什么含义呢 睡衣 如果你什么 你不能穿着睡衣的样子 就出去 着替え 就是换衣服 你赶快换衣服 穿着睡衣出门 那肯定是不协调吧 对不对 パジャマのまま 外に出てはいけません 早く着替えてください 着替えなさい 好 那么接动词时候的话呢 一般用他形 这也是蛮重要的啊 动词接着前面用他形 不用圆形的啊 这妈妈的基本含义 在我们初级班 是看到过的 好 在我们中级班的话呢 还有另外两个含义 那接续的话呢 仍然是一样啊 动词的词书型 我名词啊 讲诺 那么什么含义呢 它表示随心所欲 看到没有 它表示一个 叫随心所欲的意思啊 任凭怎么怎么样 或听凭怎么怎么样 这个含义 那么这个讲法的话呢 多数是用在一些 惯用句里面 比如说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偏文艺范儿的 含义的话呢 跟散步的含义是一样的 你表示目的啊 你说我 什么叫 足の向くまま呢 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没有墨的地点 就乱动 就说我是 走到哪儿算哪儿 然后呢 出去散步去了 下边去啊 このブログは 自分の身の周りの 出来事を 気のままに 描いたものだ ブログは 就博客 对日本人往下 叫ブログ ブログ 那么身の周边的 这个的话就怎么念啊 出来事 一般指 我发的一些事情 那么 きのまま 什么含义呢 就说我很随心的 很随意的 写一写 不是什么 很一本正经的含义 在里面啊 就很随意的写一写 这个博客的话呢 我就是很随意的 把发生在 我身边的一些事啊 写一写 このブログは 自分の身の周りの 手事を 気のままに 描いたものだ 日記というのは 日々の生活を 感じのまま 思ったままに 描くものだ 所谓的 取るのは 下点意 と说明 更加篇 书面画の頭は 所谓的日記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我 日常生活里面 所感到的 所想到的事啊 写下来 这么个玩意儿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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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記というのは 日々の生活を 感じ的まま 思ったままに 描くものだ 那么可以 大辈的词很有限的 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惯用的 多位惯用的方式 多位惯用的方式 如 足の向まま 木の向まま 思うまま 表示 随自己 所想的 或者 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很随意的 含义在里面 好 另外一个 第三个含义了 叫什么呢 动词的 ukemi ukemi的话呢 是日语里面表示 被动的含义 ukemi 受身 换句话说 前面要加 不动态 什么含义呢 表示 任凭 别人的摆布 任凭 就表示出 没有我自己的主张 听凭了 别人的这个 想法 比如说 天音に 住められるままに 高価なバッグを買ってしまい 後悔している 这边てしまい的话 是动词的mashing中断 这叫片书面 什么意思呢 我就听评了 你表示 动作发售方 我听评了店员的 什么呢 一个券 对吧 一个 对他在 买这个 买这个嘛 对不对 听评了他 我没有这些主张 现在比较被动一点 然后就买了一个 很贵的什么呢 cork 买了一个很贵的 一个包包 现在后悔了 天音に すすめられるままに 高価なバッグを買ってしまい 後悔している 好 下面一句 友達に誘われるまま 漫画の動作会に入った 誘う 就是邀请 当然他也不动态 前面2的话 还是方书方 听评了 认评了 朋友的邀请 来加入了 漫画童话会 動作会 当然其实我并不是说 就想加入的 并不是说 我就很想加入 这个童话会 どこか 但是的话呢 我也没有什么 太把主张 对吧 然后就听评了 他的劝诱 然后我就加入了 这个孩子 表示处于很被动的 看到没有 立场 没有了 自个的主张判断 后悔的话呢 多带有消极的含义 那么还可以用 不动态加嘎的一个 看到没有 慢慢的形式也可以 那嘎你不写也可以 写也可以 好 下面一个句型啊 叫摸 卡玛瓦子 卡玛瓦子的话呢 后面写字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偏 古文的一个 否定中断 就卡玛瓦的一个否定 卡玛瓦 就是固执的意思 就卡玛瓦的否定写法 卡玛瓦子 就是不固执 那么看到摸了吗 摸的话 一般前面呢 也是要接名词的 所以如果动词的话呢 普通形 再加个no 体验化一下 或什么呢 加一个na 而不是加一个名词 表示不把某事儿 放心上 这不顾的意思 不顾 它的含义还是比较 偏中性的 不顾 比如说 他不过受伤的 脚的疼痛 然后去巡查了 一个工地现场 这也算好事儿吧 他不过受伤的脚的疼痛 然后去巡查了 这个算好事儿吧 在电车里边 不顾众目睽睽 也有女性啊 化妆 那么化妆两样子 同学们也明白 怎么念 念化妆 因为化的话 一般念 化学 化学 这边的化妆的话 它不念 化妆 念化妆 注意发音区别啊 电車の中で 一目 就是别人的眼光啊 一目も構わず 化妆する女性がいる 下面句啊 ビショノレに なるのも構わず 家で した猫を 散らしなかった 那么 ビショノレ 这个词很重要 什么含义呢 湿透了 不顾啊 浑身湿透啊 怎么样呢 到处找 到处找 你家 出的猫 猫逃了 找猫去 ビショノレに なるのも構わず 家で した猫を 探しなかった 那么第二个例句的话呢 叫 一目も構わず 就是 惯用摆的方式 表示 不顾及 别人的目光 这个含义 好 下面一个句型啊 何々も 当然だ 当然有摸在的话 那自然前面 还是那么接 因为摸前面 一般也规定了 接名詞的嘛 所以的话呢 动词 なしん いしん 名詞修飾しん 加一个体液化的摸 就可以了 名詞自然可以 直接放在前面 对不对 含义很简单嘛 当然两个字 看到的话 我们一般中国人都明白啊 就是说 什么什么 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含义 比如说 三宿感も 水を やらながったのだから 花が 枯れてしまうのも 当然だ 帰るわ 三宿感も 水を やらながったのだから 花が 枯れてしまうのも 当然だ 三个礼拜 这个摸表 强调之多 因为你三个礼拜 都没有浇水了 那花枯死も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虐待花朵 三宿感も 水を やらながったのだから 花が 枯れてしまうのも 当然だ 下面一句 大事な 種類を なくしたんだから 上司に 叱られるのも 当然だ 因为你 弄丢了 什么呢 弄丢了 很重要的资料 那被上司訊 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动态 这个意思 对 发出方 大事な 種類を なくしたんだから 上司に 叱られるのも 当然だ 说花人的话 站在 旁观者的立场 他的旁观者 那么根据 前下的事实 或理由呢 认为 后相 也是 可以认可的 所以我们一般 中文就翻成 那也是 理所当然的嘛 他认可 这件事情 好 下面个句型 摸把摸 或者摸 那拉摸 因为八型的话 一般只有动词 和什么的 一型会有 而那型和名词的话 一般没有八型 一般讲 那拉把 那拉就可以了 摸把摸 摸那拉摸 那么这个句 句型的话 主要是用来 作为一个 并列举的 对 一个并列的列举 既怎么样 又怎么样 这个含义 好 比如说 我们看一句 我家孩子 孩子里面呢 是一个初中生 但是的话呢 他既会做菜 又给我洗衣服 作れば 注意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 八型 对不对 他既做菜呢 用心 用心 好 好 うちの子はまだ中学生だが料理も作れば洗濯もしてくれる 責任主はあそこの家の父親は毎日朝から酒を飲んで暴れている No 暴れる 息子は仕事もせず介護等に夢中になっている まったく 父もちちんなら 苦も苦だ 那一家的父親每天从早上就开始喝酒了 然后闹 瞎闹 而儿子的话呢 他也不干活了 沉迷赌博 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是这句话的话 我们在翻译时候的话 我个人还是希望同学们怎么来翻呢 因为もならも 这种写法的话主要是表示说话人中批判的口吻 应该是父亲也不像话 儿子也不是东西 这样把它更加好一点 所以如果你把它翻成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话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的话更希望同学们把它翻成 父亲也不像话 儿子也不是东西 而且啊 这种简单法的话呢 未必要这么来写 你单纯写一个 くもこだ 也可以的 儿子不是东西 这也可以的 这种写法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上次嘛也不像样嘛 不像嘛也不像样 都不像样 じょうしもじょうしなら 不敢も不可だ 所以这个写法呢 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要记一下的 じょうしもじょうしなら 不敢も不可だ 上次呢也不像话呢 这个鼠下呢也不像话 反正都不像话 都不容许 这个範园 看一想啊 上次も上次なら 不敢も不可だ 再来念一遍啊 啊そこの家の父親は 毎日朝からね 朝から酒を飲んで暴れている 息子は仕事もせず 帰国等に夢中になっている 全く父も父なら 子も子だ じゃあ第二个例句啊 a も a なら b も b な 老师a b 双方 都不像样 都不好 おやむおやなら こもこだ おとむおとなら つまもつまら 丈夫也不像样 妻子也不像话 他都不像话 好 下面一个句型啊 叫ものが もんが もん的话呢 它是口语形式 是もの的口语形式 もの还是体验嘛 接续的话还是动词啊 な形啊 意形啊 它的一个名詞修饰形 它表示强烈的否定 对 它表示强烈的否定 这个的话呢 虽然没有耐 当然比较否定的 所以我也是把它作为 我们的隐形否定来记的 怎么会什么什么呢 不会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个人的话呢 建议各位啊 可以背个财怪 去 财怪 那去不去呢 不去了 对不对 好 让我们看了一句啊 注文も計算も 間違えるような あんなレストランには もう一度行くものか ものが 不是ものが 不是体温 不要上升调 往下走 连订的东西 我叫的东西 对吧 算上都错了 这种那种餐厅啊 我去第二次才怪的 我怎么会再去第二次呢 对不对 就是模在的意思啊 都是最大行动啊 注文も計算も 間違えるような あんなレストランには もう一度行くものか 下面啊 私は歌が上手ですって 上手なもんですか あなたの方がずっと上手ですよ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法文 哎 你说我唱歌拿手 哪里难 哪里难 哪里难手了 对吧 我哪里拿手了 根本就 哪里才怪了 它这个含义啊 你才拿手了 你比我哪里多了 是吧 ずっと 所以这个句型 咱们再看一遍吧 私は歌が上手です 上手ですって 上手的もんですか あなたの方がずっと上手ですよ 表示说话人再也不做猛事的强烈意志 口语里面的话呢 还有更加随意的说法 就是もが 那女性的话一般的建议还是用 ものですか もんですか です 还放上去 有です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句型 ものがある 那ものがある的话什么含义呢 接续的话因为有もの在嘛 自然还是动词那形一形的名词修设形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もの还是铁嘛 就是名词嘛 接续应该没问题 那么含义的话呢 各位来同学们来做到一些啊 表示评价什么呢 感受 那有什么什么的一面 的确很怎么怎么样 中文感受啊还是很强烈的 所以往往他后面什么评价 我觉得确实 怎么怎么怎么样 这个含在里面 比如说啊 こんな単純的作业を 三時間もつけるのは 辛いものがある 辛い呀 辛苦的意思 彼女の演奏には 人の心を動かすものがある 这个には 可能想呼应的啊 就在她的演奏里面啊 她的演奏啊 确实怎么样呢 能够打动人心啊 動かす 彼女の演奏には 人の心を動かすものがある 前半句啊 彼女の説明には どうも不自然なものがある 她的说明里面 总感觉哪里好像不太自然 どうも这个词的话呢 同学们可能只记得一个表示 一个万能语 どうもすみません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但是的话呢 どうも有四个含义的 这边含义的话呢 什么含义呢 表示总感觉啦 总好像啦 但是的话呢 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总感觉有点不太自然 这个含义 彼女の説明には どうも不自然なものがある 表示 具有某种因素 让说话人有某种感觉 注意了啊 常用 何々には何々ものがある 一般前面都是 接近世代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打扰 无法用语言